大家好我是來自天上猩猩的天獅阿猩 今天我要教各位如何製作線上報名系統 首先呢我們已經做了一個 好我們先用一個新的Excel表 把它取名為報名表 然後我們打開 它是新的 那一般我們做報名 通常我們要使用者去填他們的姓名 所以我們這邊打上有姓名欄位 然後還有電話 電話一定要了 E-mail也是 好我們先做三個就好 那電話這邊可以按 好我們電話這個欄位一定是要文字 姓名都是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圈起來 然後按右鍵儲存格式這邊 我們跳文字會比較好 因為你這樣打09 電話通常是手機碼0915 它才會出現 它才會出現0 不然你這樣不會出現0 好那做好之後呢 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那我們先去打開 打開Google 那其實你這東西一定要存在資料庫 那ECL就可以做一個資料庫 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用Google的文件功能 來做一個資料庫 通常這就是 可以共同人一起編輯的一個 文件功能 Google的功能 那我們把我們剛才那 那個 報名系統嗎 按摩 好 從後面這邊 這裡 好 開啟 好把剛才那個 檔案把它上傳到 這邊來 那你就會發現它長這樣 好 然後呢 我們需要做一個表單 就是縫 好我們縫這邊呢 我們先Create縫 然後 它就會長這樣 那這個可以 這邊可以填上一些文字 比如說 線上報名 然後 一定要參加喔 那姓名 姓名通常 我們一定要讓它避填嘛 所以這邊 這邊 這邊要把它打過 然後按 當 那電話 一樣 如法炮製 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選這個 主題 主題我們來選一下 主題 這個 不錯 好 它可以預覽 大致上是展成這樣 我們把它套用 所以這邊會顯示 pink flower 它這個主題 之後呢 我們就按這邊 more action 好 硬貝 好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複製起來 然後 然後 我們先去打開 編輯網頁的 front page 我們把剛剛那個 程式嗎 貼在這邊 那我們按預覽呢 它就是長這樣 它就是長這樣 那其實 像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有這個 框啊 不是 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們可以在 我們可以在 程式碼這邊 加上 score scoring scoring 等於 no 我們不要讓它有卷著 這樣就比較好看一點 這樣就比較好看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貼到 我們的 部落格上面去 我先開我的部落格 天使阿新部落格 所以剛剛那個東西呢 就可以 直接用全選 然後把它貼到 貼過吧 貼到這邊 再按 Ctrl C Ctrl V把它貼上 然後這裡 就可以把一個 教學 製作 線上保 系統 我們可以把它 先放在 位分類這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按 發表 所以最後那個東西呢 就會長成這樣 欸 所以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用 Test 然後按提交 它就會把這個資料 送 送 送出去 可是 那 它是送到哪裡去呢 很簡單 其實它就是送到 這邊來 有 有沒有看到 它是即時的 它馬上送過來這邊 這樣是不是完成了呢 那 有 有 有 那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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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